就麻煩你在我spotlight一下 這個畫面已經準備得這麼周全 我也不知道我的title對不對 不過我現在 原諒我一下 因為我現在畫面得去找觀眾 才能去找你那三個點 沒關係 那我就開始講好了 因為我今天好像材料還蠻多的 我盡量在一個半小時以後 以內講完 然後希望有半個小時 大家其他人可以分享 我們可以答問題 所以我今天大概會分兩部分來講 第一部分就是講我 今年夏天的旅遊經驗 出門的經驗不一定是旅遊 我包括去探望我的女兒和孫子 他們發現我出門的經驗 然後第二部分就是講了幾個國家公園 這幾個國家公園 都不帶一樣的 看的東西都有不同的地方 看的東西都有不同的地方 接種了疫苗 要戴口罩 要盡量保持寫照距離 這個都不用講了 我想大家都會做到 然後我的經驗 今年夏天 所有的飛機場 我所有去到的飛機場 所有坐的飛機 坐過的火車 而且去過的餐館 旅館裡面的工作人士 都有戴口罩的 特別是在那個飛機場裡面 你就走到外面 如果有警察的話 他也要你在外面都要戴口罩了 蠻嚴格的 在飛機上更不用說了 你不戴的話 你根本不可以上飛機 這會有問題 然後去到德州以外的州 我發現他們比德州更遵守規矩 更多人戴口罩 反而我們在德州 我們這個 特別我住的這個Fordwood這個地方 大部分人 如果我出去吃晚飯啊 什麼的 去走路 這裡反而是大部分人 都不戴口罩了 所以出門去到外州 說不定還比德州安全 但是是不是出門有風險呢 我是覺得當然還有的 因為這個疫情還沒有過去 譬如去坐飛機的話 今年沙天的飛機航班都很慢 我沒有坐過一個空的 都是慢到通常是慢到滿滿的 就是沒有什麼空位的 然後就想 我只是去國家公園 但是你還是要吃飯啊 你還是要很有機會去旅館啊 你還是會找到濕淚的地方 所以風神還是有的 你開車好了 但我跟人家提說 我要租個車子的話 我聽到人馬上就說 哇 租車很危險 有沒有呢 我相信大約要多一點 比你開自己的車 比較多一層顧慮 但是他們的所有出租公司的公司都說 他們會消毒 清潔的車子才會將車子交給你 旅館也是一樣 所有房間都 跟餐廳 我覺得我去的都清理得滿好的 但是我跟人家說我去旅行 有些人就說 哇 你怎麼可以去 我是覺得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覺得 每人都有不同的選擇 如果你是年輕人的話 你還有幾個小小孩的話 當然你真是要很小心 你盡量不要冒風神 但是像我們這些年退休的人 我的小孩都長大的話 我就覺得 如果我現在還不出去的話 以後就不一定 就可以出去玩了 特別這種疫情 怎麼知道 還不會再過五年、十年 再過五年、十年 我都走不動了 而且我一直覺得 我一生人的旅館是我的第二次愛 我有機會就出去旅行了 所以我決定當然是要去的 至今天呢 我剛剛已經講了一下了 我覺得今天呢 我們今天這種十一位 如果你需要發言的話 你可以打開麥克 時間允許的話 如果是簡單問題 還是你覺得我講到什麼地方 你沒有聽到 你要我再講一次 再講清楚一下 你可以打岔 歡迎你打岔 然後簡單的留言 也可以放下來 這是時間的問題 如果你比較複雜的問題 跟你分享的話 請用我們的Chat 留言板 我們在最後辦個小時 Q&A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分享那些其他的東西 跟打比較複雜的問題 我今天講的東西 我要經歷一下 因為每一個人出去玩 去旅行 他們會經歷到不同的 你去一個餐館 今天服務很好 我說這個餐館很好 但是第二天你去到這個餐館 可能是另外一個服務員 他的服務不好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我所講的 我的看法 我的經驗 我希望大家就是用來做參考 不一定是對的 就是知道我原來彈光好 就是這個沙田 注意到這種情形 然後我去旅行的時候 我每次做這個準備的時候 我都喜歡用地圖 我都研究地圖 自己的地圖 也去Google Map 所以我等會講我的旅程的時候 我常會利用到地圖 來跟你們解釋 但是你要參考我的話 你要明白我的 有什麼的習慣 還是人家說我有什麼壞習慣 比如說我要去什麼地方 你需要看兩天 你要什麼東西便宜還是不便宜 你知道看你的習慣 跟我的差別有多大 你就知道我需要去看兩天 你可能要去看五天 你可能做一天就可以了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我這個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別人去度假是去休息的 很多人去Spa 去什麼RELAX 但是我常度假的時候 我真是很忙的 我度假的時候是忙得不得了 因為我是很貪心的 我常常喜歡 用最少的時間 就做了很多很多不可能做完的事情 看都不完 看都不完的東西 如果我每天旅行的時候 我通常每一天怎麼過呢 我早餐吃得很飽 如果午餐在水邊來的時候還不吃 晚餐就會吃得很晚 雖然我越來越晚餐 我是比較注重的 我會晚上找個好地方去 好好吃的 然後去旅行的時候 很多人我喜歡看風景 我也喜歡看風景 但是我總是 我看電影也是一樣 我總是想 我在去這個地方 我可以捨得什麼 我以前就喜歡在 你去這個地方之前 我會研究這個歷史文化 有什麼音樂 什麼美食我需要去吃的 所以這是我的習慣 但是這個習慣很多人不好 因為我不懂得 你去到這個地方 其實想收集這種藥 你要Enjoy the moment 但是呢 我總是花很多時間來拍照 有時候還拍video 然後所有的景點我都有去 我去什麼 北京 有胡錫的景點 我看到胡錫的景點 我看到胡錫的景點 我都有去 然後回家以後 也有小事 我還想去跨一兩天 所有景點 所有的照片 什麼video 放在video 放在Google Facebook 然後我在小事 所以我就說 我女友呢 我是有去忙 我唯一來才需要消息 然後很多人旅行 我覺得這個預算 你達成花多少錢 每人的想法不一樣 我本身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節省的人 根本可以說是很羞恥的人 但是我去旅遊的時候 就不一定 所以你等於看到我的想法 並不是表示 那是最便宜的 雖然這個旅遊怎麼走 用什麼東西 租什麼地方 有多少錢 也會影響我的決定 然後我跟你講 我的經驗 我是做水理工的 我是覺得 你看那個病衣 病衣 什麼效果 我說我的經驗怎麼樣 我有什麼依據呢 我是去了多少次呢 我可以跟你講 其實租車我雖然會講 我的租車經驗 其實我這個沙天 我只住在一起 我以前常租車 但是今年 我去看我的旅遊在紐約 我根本不用租車嘛 我去那邊Uber 坐Bus 走路 就可以了 然後我去看小旅遊 就開他的車 四處跑 我開了好遠 我整個北美洲的沙天 從東部開到 差不多一步 所以坐飛機旅行 我大概 我放了一下 大概10到20次 住旅館大概住了 10到20個 大概15個的旅館 開車開了多少呢 我開了大概3000到4000年 飛機 就坐到飛機後開 不算在家裡開了 坐了3000到4000年 跟著這個經驗 我先講了 租車怎麼樣 租車你知道 這個疫情一出來 大家都不出去旅行 很多這個business 沒有business travel 所以租車生意很不好 當時我記得在5月 Hertz最大的租車公司 居然罰了 他宣布破產 然後他當時宣布 他賣了18萬部的車 然後我相信其他的出租公司 也都做同樣事情 他們生意也不好 也將很多車子賣掉了 Hertz 今年就6月 所以他就 他就 come up with bankruptcy 而且剛才你都聽到了 他剛才賣了 又賣了10萬部的Tesla 所以他們的生意開始好了 但是今年沙天 我的經驗怎麼樣呢 的確是新聞上面講 說很多地方租不了車子 而且價錢非常貴 我的經驗的確是真的 我今年租這個車子 我什麼時候租呢 我是5月的時候租 租7月的時候去看 我在公園那一次 租過這一次 但是這個眼中都怎麼樣呢 當我旅行到到Jackson的地方 始終一個房客跟我講 他是坐飛機去Jackson Jackson就是那個房市公園 南部經口的地方 他說我每年都去Jackson 所以從來租車沒有問題 今年內地飛來我就去租車了 他租了一輛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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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請了5千塊一個禮拜 他就說 哇!5千塊我就不租了 我租了一輛車 所以他就坐taxi Airport從飛機場去旅館 旅館以後就這樣了 就去Joynt Local Tour 我們在Jackson裡面就做Tour Company 我就每天不用開車 我就Joynt Tour去玩 然後我走那天我就坐taxi回去 飛機場就可以了 我就 才不要付這個5千塊 一個禮拜了 然後我在排隊等車 所以我知道 都是去網水公園的人 我知道前面那個 我們等了很久 所以聊天聊到 前面的責任說 他們本來是買了飛機票 去Idaho Falls 但是買了飛機票 才發現 咦!我租不到車子 帶了飛機場 所有的車子都給人租去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就只要把他的飛機票 帶了去 跟我去同一個地方 就去了Solid City 我去Solid City 因為我要去王室公園 最多人有絕疏的City 從達拉斯飛去 我通常用很多的網站來租車 我用booking.com 因為我是Costco member 所以我也用Costco 然後我去租車公司的網站 看一下 所有這些網站 在5月的時候看7月 都是大概一千塊錢一個禮拜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貴 因為我租了很多年 車子都覺得 有時候便宜不到一百塊 一個禮拜 貴也是兩三百塊 一個禮拜 怎麼到了一千塊 一個禮拜 當然就是我的看法 我後來跟人家講 說我租車子很貴 一千塊 人家就說 沒問題 我剛才租了很便宜 我說你便宜多少錢 他就看一看 他說一千兩百塊 一個禮拜不貴 所以我就想到了 這個貴不貴是relative 沒人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一千塊很貴 然後這個Event Solid City 是個大廠 大飛機場 它的車子結果怎麼樣 這個海線後來都沒有了 當我去拿車的時候 然後人很多 整個租車的中心裡面 人非常多 但是都排隊排很久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夠車子 有時候搭了櫃台 他已經等了兩個小時 去櫃台 哇他就爬著不久 他一定要找到一個車子給他 還是找到一個滿 以不是五千塊錢 一個禮拜的車子給他 這拖了很久 結果但是怎麼樣呢 我要跟你講一個秘訣 最後我只是付了350塊 我就租了在Solar City 八天的車子 那我怎麼租到355塊呢 如果我講得太快 你要跟我講 就是 就是 最後我已經在Costco 訂了車子後 有人跟我說 如果你沒有去外國的網站去看 原來呢 我以前從來沒有去看 為什麼呢 你在美國的網站 你說200塊一個禮拜 你去外國的網站 同一部車子 同一部公司 可能是300塊 為什麼呢 因為外國的網站 原來是這樣 你租的車子 它給你的價錢 它是包括 所有的Airport fee 所有的稅 包括保證 就是保證 Coalition Damage River 為了外國人進來美國 它這個價錢 什麼都包括 它不要跟你解釋 為什麼有稅 就是300塊一個禮拜 以前來說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貴 貴了一點 我們這邊200塊 它300塊 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說 我們pandemic 這個疫情中間 我們美國的網站 從200塊賺到1000塊 外國的網站 但是因為沒有有客區進來 他們的網站 主要沒有計價錢 我的時候我訂了Solid City 它只有Solid 可以用UKPunk來付錢 也可以用Japanese Yen 只有兩種 我就隨便想 我就想用Japanese Yen 然後它就跟你Equipment 當天的兌費率 就說 這是320塊一個禮拜 然後到了它成交以後 可能變了321 325 可能變了310 就看哪天的兌費 它是要匹配 它有一點不同的事 你一定要先付錢 但是它也是依然Fullly Cancelable 就是說 我知道不錯的話 就是你出發租車之前 一個禮拜 你Cancel 你還可以得到Full refund 所以還不錯 但是我從來沒有用過 所以我就訂了 付了錢 我付了350塊 它就給你一個Voucher 給你一個App 你要將這個App 你的Voucher放在你那裡 它一直警告我 你要戴Passport 你到了那個租車公司 你要多少Voucher 給它看哪裏的車子 總之一旦就規矩了 我就要遵守了 我差一點點Passport也戴著 撥開你 我還是不用戴Passport 反正很意外 結果到了租車公司怎麼會一樣呢 根本一點問題都沒有 我知道那個櫃檯 我就給它 你說什麼名字 我給它名字 它就找出來 然後就 司用客 駕駛執照 That's it 我兩三分鐘就 我那個租車的單就出來 OK 你去那個樓梯 這個car parking space C3 就是你的車子 我就殺去了 下去了 下去了 那個停車場 C3 就是我要那個corona 停在那邊 鑰匙也在裡面 我就發動開就開走了 所以這個匹配一點問題都沒有 然後到那邊 它一掌你的名字 就可以了 我當時為了保險 因為我從來沒有試過做這種事情 我怕是不是騙著 我就在Costco 其實我也再另外訂了一部車 Costco的好處 有兩個好處 第一 如果你不僅一個人在那邊 像我太太的話 他不收錢 就是second driver 他不加錢 但是如果在別的公司 通常second driver 你要付錢 付大概十塊錢一天 然後你如果是 當然如果是什麼公司的 elite member 很多小姐的車子 就在裡面等著 所以我們要租車 還要想到用Costco 還是如果你是 Herts Herts 是一個公司的 其他公司的 Herts 我能不能打岔問一個問題 對可以 我覺得你這個怎麼省錢 用外國網站 這個太棒了 請問你在credit card上 用這個驗付錢 因為我沒有用過 他是 一般人都可以嗎 還是 因為你是特別的 一個member 不是 我剛才沒有 join as member 我後來才 join 不需要 join as member 你用你的信用殼的時候 反而是要首先 因為有些信用殼 就是美國信用殼 如果你用在外國買東西 或者你在外國旅行的時候用 它會插取這個 Forex exchange fee 通常是1% 所以1%如果是 我租了1000塊的旅館 1%就是10塊錢 你買了5000塊的租保 就50塊 1%可能也可以很多 但是你要看你的信用卡 有些信用卡 是沒有這個 Forex exchange 當你訂這種外國網站的時候 要盡量用 是沒有 Forex exchange fee 就可以了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它不管要什麼樣的錢 我們用信用卡 它會 automatically做 Forex exchange 對嗎 對 對 但是我訂的時候 它說大概是350 結果我到那個 Forex exchange fee 插出來 因為它通常是 插過來一兩天 那個費用才進去 它大概是 在最後我輸了 351 等等 因為每天都 exchange fee 然後我就繼續了 我在講租車 我就講 通常我就是出去旅行 如果我不是要去國家公園 如果我不是上山 我會租個比較大一點的錢 因為你要開長途的話 比較舒服 但是我去國家公園 跟那個去歐洲也是一樣 我總是覺得 反正掃車會比較好 至於 剛才我沒有提到 大車掃車在今年夏天 價錢差不了多少 大車一千塊錢一個禮拜 比如說大車一千塊錢一個禮拜 掃車九百九十一塊錢 差了十塊差一點點 所以大車掃車 在價錢方面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為了你自己好開 開車好開 而且這個停車比較方便的話 我是自己的 我是常者 我是租了Torota 因為我家裡都是用Torota 我比較熟這個車 而且也蠻神油的 所以我感激神油 當你要去國家公園的時候 如果只會加慢油 我會推薦你 盡量加那個油箱加慢 特別是進去之前 因為進去加油站比較難 不一定沒有 有時候還沒有 所以這個加慢油很重要 開手車 然後如果你在New York City 要做Uber Lift的話 我在這裡另外分差來提一提就是 真是要看清楚 你來的車是哪一部車 車牌號碼對不對 那個司機對不對 要不然就不要上那個車 太危險 就是Torota New York City 跟什麼城市你要做 Uber跟Lift要小心這個 我再講完這個租車了 我再講那個租了 因為我這個要講快一點 要不然我這個準備時間 今天夏天就跟以前一樣 你要夏天出門了 旅館一定比較貴 因為那時候大家怎麼說特別是老師 因為我什麼時候要殺人出去 因為我太太是個老師 今天也是一樣 不便宜 我最喜歡用的網站 是叫 Booking.com 我今天大概沒有時間 會購物 怎麼用 Booking.com 但是 Booking.com 對我來說 始終來匯化它的地圖 所以我找了所有的 possibility 可以住在旅館 我的價錢對不對 什麼東西 Booking.com 是我的first stop 我就會訂 而且這訂了 它只能cancel 我就訂了 free cancellation 沒有payment 然後我找到旅館之後 如果這個旅館 是一個連鎖店的旅館 特別我是member的話 我就會再去那個連鎖店的網站 直接用我連鎖店的網站來訂 然後你訂旅館的時候 當然要看到什麼poss 你如果你是AAA member 你是老人家像我一樣的話 要拿那個老人截扣 corporate rate 當然這些都要考慮在裡面 我本人覺得 今年我用了很多poss 我是married member 我以前生下了poss 我這個數字有用 我覺得很誇得來 因為這個數字的價錢 特別貴的時候 一兩百塊的網 這個一樓上的旅館 我付了什麼700個poss 拿到的話 這是非常非常誇得來的 所以我盡量用poss 如果是合理的poss 然後去國家公園 你知道美國國家公園 有一些國家公園 不一定所有的 很多地方是可以camping 但是裡面有些 motel、lodges 但是它的一些motel、lodges 怎麼訂呢? 是要去另外一個網站 通常沒有國家公園 它會告訴你去哪一個網站 是它國家公園的旅館的網站 以前我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經驗 是國家公園裡面的房間 如果你沒有一年前訂的 你都訂不到 你就等著退 人cancellation 你就碰運氣 今年呢 我五月的時候去看七月的國家公園 居然還有房間 所以我猜是 他們多建了房間 還是剛開始很多人不敢去訂 因為大家不想肯定會不會去 所以 這是我驚訝 但是最便宜的房間還是沒有 但是 比較貴的房間還是有的 像房式公園 它選擇還蠻多的 就是有機會可以訂到 然後國家公園 我以前住過也蠻好的 只是如果你不介意住的話 是比較便宜 也是很好 那為什麼住裡面 有什麼 跟住外面有什麼不一樣呢 像王室公園那麼大 如果你住在外面 像我這些是住在外面 我每天都要進去 每天要出來 要進去的時候要排隊 如果你住在裡面 就不用省了很多時間 所以方便很多 所以每天的考慮 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我 我去找旅館 我對我來說 brief fast很重要 早餐很重要 因為我都是早飯吃很多 吃得飽飽在出發 所以我最需要有Wi-Fi 有免費停車 有早飯 但是最重要就是 就是在這種疫情中 我說是 你應該多付一點雜錢 我會找那些free cancellation 就是當你取消的時候 是不賺錢 不收費的 你可以到了當天 還是到了一禮拜 一個月之前 你取消 你都不用付錢 還有一些它有兩種的 有一些旅館 現在要付錢 還是要付一半 有一些你根本不需要付錢 你到那邊 到旅館給我使用客 你租完了才付錢 我最喜歡這種旅館 就是可以free cancellation 也不需要先付錢 然後我比較喜歡 當然喜歡找到 就是有冰箱 有麥克風味 就是這樣最好 有咖啡 住旅館 我們如果要去旅行很多的話 你才會租到一些旅館 是local hotel 這不是在Maria 這種出名的網站 這不是做連鎖的 你最後再看看 現在網上網絡 沒有旅館 通常你都可以找到 而且看到有什麼review 我是一直急的 花時間 在booking.com也可以看到 看一看這個旅館 其他人的朋友如何 這個餐館也是要看朋友 越來越主要 我們出門 其中是 一定要看這個review 看到review真是有用 要不要知道這個旅館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 如果這是很多人說不好的話 你就不要住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 不過就是booking.com 你要時間去看 這是我自己最好的 好 第二人講飛機票 我覺得今天夏天的飛機票 還是很合理的 沒有因為疫情太貴 所以後來都很慢 反而是我發現 我早一點 沙天之前坐飛機去紐約 然後沙天叫我 現在我馬上就要飛去看兩個旅館 我訂了幾個飛機票去看兩個旅館 都很便宜 我11月我三個禮拜 就飛去紐約市 你猜我訂了多少錢 來圍才98塊 round trip 98塊 所以只要不是沙天的話 飛機票真是很便宜 現在還是便宜 我現在講到我的經驗 去年 我本來又去好幾個地方 飛機票當然都買了 都走買了 結果 4月來 我全部都取消了 結果怎麼樣呢 我都是用美國人來 它就全部 我說你的cancelation 因為是pandemic 它就給你credit 放在你的credit裡面 之前後來當然當初那個網站沒有弄得很好 但後來弄得很好 結果我當去年所有取消的飛機票 所有的錢 我全部都有credit 都可以用在今年買飛機票 我完全沒有損失 所有的事情 我跟你分享 我去年所有 訂了 買的飛機票 我都沒有損失 全部取消以後的錢 我都拿得到 然後今年 就是從初年開始 它上美國航空公司 跟很多航空公司 你去買飛機票 不需要很擔心 你說我可能這個不一定去 的確是 處於這個美國航空公司 什麼叫basic economy 最便宜的飛機票 它就還是有change fee 你只要買貴一點 普通的main cabin的economy fee 只要你更改的時間 沒問題的 每天都不會擦取你的費用 而且譬如說 我11月馬上去紐約 我本來訂了多少 大概一天回來 所以我紐約說 你多留一兩天了 我就去進去改預期了 我本來我看 我稍微寫多少錢 我本來以為要加錢 因為我很早以前訂了 98塊 所以我一看 我稍微從紐約回來 我都有一百多塊了 我就已經進了 做好心理準備 我有計算 還一兩天回來 可能要付一兩百塊 多一點錢 結果我進去網站一計 它說零 我需要付是零 完全不用加錢 所以你不要因為說 我怕要多付F 你就不計 你想進去解一解 它會幾年資訊 你確認的 你去解一解 我發現 多少錢 零還是要多付十塊錢 你再決定要不要改 非常容易 你去到網站來改 非常容易 所以我現在就很放心 我要去什麼地方旅行 我是覺得 只要它 no change fee 我就決定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做了很多年的 美國軍艦 我很多upgrade point 我以前想去什麼地方 我就upgrade stand by upgrade 通常都不成功的 但是今年疫情以後 我每次upgrade 差不多大部分時間 我都upgrade到first class 我就太開心了 這個疫情了 然後當時我喜歡在online check-in 特別不用趕到飛機場 我online check-in的話 特別我沒有check-in行李的話 我就是開飛機之前 使用不到就可以了 但是我這樣自己 未來這個 可以不用那麼找到 但是去飛機場 我的飛機場經驗是這樣的 我從我們打C去DFW Airport 我一定是坐火車的 因為這個Forge去飛機場的火車 很方便 很安全 你背的也有在口罩 有些很空 很安全 有些很準確 不怕塞車 有些年沙天 旅客很多 去到很多飛機場都是滿滿的 所以你們如果要去坐飛機 我還是會建議你們 要先走 早一點到 因為我經過幾次 我大概做了二十次飛機的經驗 這個安全檢查 這個人手差不多 有時候會排隊 好像不是很多旅客 但是它過去很慢 它只開了一個站 所以安全檢查這個關 有時候你要準備 可能要等 有時候五分鐘就過去 有時候五十分鐘還沒有過去 所以你今天找到飛機場 一定要戴口罩 你不戴口罩 你不戴口罩 你真的飛機場就會有問題 有時候我開始有個習慣 我會戴一個空的水平 因為越來越 飛機場跟那個旅客中心 它都有地方給你放水 就是有這個營用水 免費拿的 你就帶個水平出來 你就會裝滿 當你出去過一過的安全檢查 你不可以有水 你只可以帶一個空的水平 還有這個飛機因為越來越慢 我看到很多人 我沒有輸過一次 但是這個波頂的時候 它就說 我一定要拿你的手機 要托運 不過我以前 我做American Eagle 它平常也是需要的 所以我沒有拿到手機 還是要在那裡 交給它 交給它 所以你要準備這樣子 如果你有醫藥 你要需要什麼電腦 我越來越發現手機 插著那個電腦 那個電腦 那個電腦 我隨身帶了 因為你拖運的時候 突然間有什麼延遲 你要需要電話用的話 你就是所有重要的東西 你那個carry luggage 你也有 你身上也有 手指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因為你很有可能 有一兩個小時 你會看不到你那個水星 那個carry luggage 要做好這個準備 然後這個疫情中 我的經驗 我有大概三次 三次 也不是說太多了 我飛了大概十幾次到二十次 有三個還是五個fight 其實可能不止 很多時候都會晚一點點 我說了三次是 一誤到延遲得很厲害 比如說我早上七眼中的飛機 突然早上七眼中的飛機 是蠻準時的 因為飛機本來已經停在那邊 你也不用等到飛機進來 所以這次怎麼樣 我到那邊 我看到飛機在那邊 它還是有什麼七眼中出發 但是到了六點四十五分 它就說對不起 我們航空公司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航班要延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查了兩個flight attendant 這兩個flight attendant 早上起來覺得不舒服 他就打電話說 我今天不來了 因為pandemic 只要你有一點點不舒服 管你是flight attendant 空服員或者pilot艦 更不用說 只要你不舒服的話 你不可以上班 不可以坐開飛機 他們可以 早上才知道 所以很多人是在最後一刻 這個staff會叫做 I cannot come in 這種flight怎麼辦法呢 它就只有臨時從別的地方 釣給Fight attendant 我那航空公司 我那一班飛機 七點用飛機 到了八點鐘他就跟我說 我們有個好消息 我們終於找到最後一個飛行員了 有一個人來了 第二個 他現在從Hielsen坐飛機過來 好消息就說他的飛機已經開始取飛了 結果過了一個消息他到了 然後就從那邊坐 到達到我們真是可以 他到了空腹員 到了我們的飛機上面 然後我們再準備了一班消息 在Bording 才開飛機我已經玩了三個小時 而且我那次飛不是 Unfortunately 那次我飛不是Direct Flight 我是Long Stop Flight 但是我那天運氣非常好 我釘了飛機票的時候 我中間那個轉機的時間 我有兩個想著 一個是一個小時 一個是三個半小時 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到 我不希望一個小時太快 Just in case right 我就釘了三個半小時 我就在那邊消息一下 切個鐘翻 我才在四處坐第二班 結果就為了這樣子 我第一班七點鐘的飛機玩 十點鐘才開 我終於沒有誤點 還是可以catch the second flight 所以我講得公開就是 當你坐飛機 訂飛機票 盡量訂了一個主飛 不要為了神業的人請去訂 就是一個one stop 二 stop 如果真實飛 所以不要是你關於沒有選擇 一定要訂one stop or two stop 中間Trancy Time 最好是佈置一個小時 第三個小時 你寧願在那邊等 你不要miss the flight 這個櫃台通常在航空公司 櫃台都是人手不足 他們聽說很多人群職 一年航空公司損失了很多員工 因為覺得飛機場危險 坐飛機危險 很多人就不幹了 所以我們旅行要做好 這個會fight delay的準備 這個fight cancellation更嚴重 我們這個暑假 我們試過要兩次cancellation 而且都是不時依早跟你講的 我們這個飛機已經要 比如說明天一大早的飛機 我今天晚上突然間九點半 收到的email說 your flight has been cancelled 而且現在很不好的 怎麼樣 他現在跟你取消這個班機 只跟你說取消了 他根本不會跟你解釋為什麼 你找了一個櫃台 問你為什麼取消我的飛機 他們說我也不知道 很可能就是臨時 這個pilot 兵還是什麼兵 結果他有沒有賠償給你呢?沒有的 跟天氣一樣 如果天氣不好 你們知道有時候 他們煮燒班機是因為天氣不好的 他們煮燒班機也不會賠償你什麼的 所以以前說你取消班機 我又在這裡過一個晚上 你要給我旅館 我今天晚上還回來沒有 你要給我voucher去晚館 所以我們就說沒有了 差不多沒有了 我聽說還有一點旅館 很有機會 但是大部分前因他cancell的話 你就靠自己了 像我有一次 我有一句 他cancellation 他給他想著不是明天飛 還是今天晚上晚一點飛 他給他那個選擇 今天你的班機cancell掉 你的lake flight 是4 days later 過10天他才讓你飛 你有什麼辦法? 你說你要他賠錢 沒有了 沒有賠錢沒有說給你租 你就靠自己了 所以然後我的經驗 我有一次也是這樣子發生 我就馬上打電話去 我就打電話去 我怎麼辦呢? 結果這個電話 他們航空公司現在都很忙 一聽 他說你現在的hold time 你要等三個小時 但是我們可以給你一個服務 你可以掛斷電話 我們那個排隊排到你的時候 他就會打電話給你 那我就想 那天我發現不用去這個地方 我就太緊張了 我真是要快點改好我的飛機 我看他的航空網上看 他給我上車 我本來是自飛的 他扁了我一個one stop 去somewhere 還要停三個小時 我才不要上車 我要打電話去 你都給我找到更好的辦法 結果那天我等了 我等了五六小時 我的電話他都沒有接上來 我到最後開始生亡 三個小時停也好 one stop也好 我就拿了 結果我說 except 打進去以後 他居然說 oh your flight is no longer available 你這個航班已經不在 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很快 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next choice 是停七個小時 我就馬上也要了 還好我要了 要了之後 我到最後根本打不通電話 我這個七個小時的transit 這個我還是可以 第二天還是可以飛到我又 走過來的地方 雖然我到那邊 那時候半夜會有mint night 但仍然是mint night 所以我們 當你有fight cancellation 這個通電話 這個通電話 你最後是先進去網上 用手指以後 用電腦以後 他會給你一些選擇 他的first choice is the best choice 你就盡量快點上 師匙拿醫院 馬上訂了 不要等 你訂了以後 你再打電話去 如果離院之後 既然找到人 你才看有沒有辦法 改好一點 開車子 我開了很多美國公路 原來是這個 Internity Highway 這個toe booth 沒有人在裡面 全部是自動 有些根本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想travel的話 toe tax是值得買的 你知道你要去Pennsylvania 就買一個Pennsylvania toe tax 你要去醫院來就買一個 醫院來的toe tax 你要去Massachusetts 買一個Massachusetts Kalifornia Kalifornia 他們有不同公司 都是很多錢 當你出門旅行幾千塊都花了 這幾十塊的toe tax 這幾十塊都花了 當你開車的時候 你要toe tax 就過去了 很多地方 沒有toe tax 你還要經過一些Bulls 你還要派個招呼 還是用Credit Card 你多花很多時間 我很建議大家如果市場出門 要加入AAA American Auto Association 你有什麼問題 我用了這個保安公司的 跟AAA的Road-side Service 無法比 AAA很容易 很快 很快的這個help就來了 怎麼拖車 來替你jump the car 替你什麼 AAA的Service 比另外保安公司的Service 還要一千倍 OK 如果保安公司的車子 保安公司不夠的話 你就去Vento Card 最後就開始買保安公司 用GPS 用Waze 通常我只要省錢的人 我的option是什麼 我說Avoi Toe Roll 就是有Toe 我都打死 我通常不用了 除非很趕時間 我就用Toe Roll 但是出門 我是建議 你要將你的手機 那個system 解除 Allow Toe Roll 你可以方便 雖然多付錢 當然 但是你省的時間很值得的 去旅遊的時候 所以比較容易開 Toe Roll 比較舒服 你開6個小時的車 舒服跟不舒服很重要 想像目的地 為什麼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覺得 我們本來想去歐洲 雖然後來歐洲 居然打開讓你去 但是我還是決定不去 因為我覺得你去外國 如果疫情起了變跨的話 你在尾部聊天 有時候你去印度 什麼地方 醫療服務 怎麼那麼好 你找人幫忙 也是比較難 你不一定要有網絡 所以我還是覺得 一定是 要我上去旅遊 但是只要我在美國 今天開自己的車 現在去戶外 出門旅行 我對不起 我跨了很多時間講這個 我覺得我有個經驗 我這次去National Park 我第一天到了Solar City 我就去找一個Walmart 買了一個 Temporary 一種Ice Chess 是一種風的那種 差不多兩塊錢 好像一塊半左右 哇 很好用 我整個八天旅程 我都有個冰櫃 在我的車上 這冰怎麼來呢 我出門的時候拿了 這個Zip Lock Bag 沒有旅館都有冰 我也不要加滿我的Ice Chess 因為這個 應該說他們不准你 加滿Ice Chess 我是包著紙袋 放在這個Zip Lock Bag 在我的冰櫃裡面 找東西也比較容易 就夠了 就可以一天用 然後它融化 還有水 你還可以喝 然後我就 有了這個冰櫃 我找飯 我在Walmart 都買了很多零食 就放在我的冰櫃 放在車上 所以一路我需要可以野餐的地方 我可以去野餐 我需要沒有時間吃中飯 就隨便在切上冰櫃裡面 拿東西來吃 然後我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發生 原來到了某一個地方 如果有local tour 你可以join local tour 也很方便 我也參加了一個local tour 去看Snake Weaver 然後去吃東西 所以拿起手機 所有的app都在裡面 你就看看 我當地有什麼美食 有什麼餐館記得去 我本來想用地圖 再介紹一點地方 不過今天我實在沒有時間 I'm going to skip this OK 終於我講到這個國家公園了 已經11點了 我要講快一點 我剛開始怎麼計劃呢 我是用這個地圖 好像很多國家公園裡面 它有一些不同的地圖 我可以看看 我講什麼地圖 這是 就是 沒有國家公園 都有這種 這個很standard的 其實他們都是in Jones 一大張紙 一板裡面有地圖 都有information 然後打開是這樣子 一邊是這樣子 另外一邊是一個地圖 這是很typical的 然後再放大一點 像黃石公園 它每個主要景點 比較常識的地圖 都在裡面 然後黃石公園 它太出名了 它每個大的景點 它有一本小車子 這個是optional 你可以 這是optional donation 以前這種東西 放在旁邊還是放在旁邊 它們鼓勵你去recycle 就是pandemic 你都不recycle not supposed to recycle 你都不應該防衛主任 別人用 你自己用完就帶走了 OK 講到有一個東西 你們要去國際公園 你在美國 如果你是62歲以上 公民跟PR perman resident 律客 你可以拿一個 senior card 我當年拿的是 10塊錢 lifetime 我付了10塊錢 醫生都可以用 現在他改的規矩 好像一年年前 現在是20塊一年 你拿一個lifetime 就是80塊 我要給你們看 好 你們現在看到我了 對不對 我現在沒有share yes 對不對 這是 這是 我 好 我知道 我用了bill 我用了bill 拿去 好 這就是我講的 每個國家公園都給你一份 這個 然後你打開裡面 是這樣子 一圖 然後information 每個國家公園 你一進去那個gate 還是你去了 他的visitor center 他就會給你一份 這個很typical 這個你進去就拿 如果進去那個gate 沒有gate 的話 你進去那個visitor center 就拿一份 然後王室公園裡面 每個景點 它會有這種 這種布書 有時候還有中文 你看看 那個大手褲鑽有中文 應該每個地方都有的 但是我歐非府沒有找到中文 我也沒有找了 沒有跨很多時間 因為裡面更多資料 這種東西裡面 你會有 有照片 有地圖 非常詳細 所以 如果一文付 donation 是值得去買的 你付一塊錢 然後 他還要給你一個 大一點的地圖 每個國家公園 他會印一個報紙 像他當天 那些新聞 什麼東西 需要知道的東西 非常詳細 所以 所以 這個報紙也是要拿來研究 然後 為了方便 你開車 然後 有幾個國家公園 他還要給你一張幾個地圖 你一邊開車 你就可以用 這是很方便 你還有很多旅行的報紙 你也可以拿 我出門之前 我一定要去 Triple A Triple A 很多地圖可以拿 非常有用 你看看也有用 他還有tour book 你可以看 在準備好 你要去哪裡玩 我要講快一點 所以我再 share screen 請問Joseph 現在Triple A 還有實體店嗎 有 有 我家附近就有一個 我運氣很好 我相信他整個DFW 還有幾家 是有的 其實為什麼有呢 我是覺得 Triple A 現在做 賣寶神 可能是他的主意 所以他要賣寶神 他還需要這種 travel advisory 你可以進去拿地圖 tour book 很多東西 我現在再分享 這個 跑出國際公務員 I better hurry 就是當你有這個 senior pass 有什麼好處 你不只不用敷錢 你自己本身 你整個車子 你所有 因為有些公務員 每天每一個人都有錢 進去 如果你有這個卡 你只要收這個卡 你整個車子 所有人都免費進去的 就是你不開車 我去San Francisco 去他的National Forest 我一大堆人去 我進去說 我有senior pass 我還有朋友 他就說 你需要多少pass 他就 我就說 我需要吃個 他就給我吃個free pass 所以我所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都不用錢 為什麼這樣子呢 他們是鼓勵 你們年輕的一代 比較年輕的一代 要帶你們去國家公園 去玩 所以 反正有國家公園的senior pass 所有帶你 帶這個senior去旅行的人 一樣是免費進去 開車進去就很方便了 因為你去Yellowstone 它有multiple line 有一個是 有股錢 有一個是有pay 還是有這種卡 那條龍就很快 過得很快 像我去麻糬公園 通常頂多十分鐘 十五分鐘就可以進去 因為我有senior pass 如果你要進去膚淺的話 你可能要排兩個小時 這個 你要再講那個國際公園 我已經講了 今天夏天住很貴 住去很寒 一定要找住 排隊 很多今年turn out 他說這個 到後來 暑假的時候 美國的國際公園 他去看國際公園的人數 就破了所有人的記錄 很多人 大家都是last minute 都決定 哦 要去美國旅行 去哪裡 去國家公園 所以 有些公園 還慢得怎麼樣 他可以在那個進口的地方說 哦 公園慢了 你要等 要等到很多人 多數人出來 他就會放多數人進去 啊 所以 我有一些去過 那個archer很出名 就是他 他在外面 有個line 就是機前面 就等他要open 它是temporary close 你沒有辦法 你只要等 啊 而且你有一些公園的經驗 就是到來 很多大的國際公園 你到來裡面 你以為 你有手機 有GPS 根本沒有手機的信號 你到來裡面 你就靠你那個拿著的地圖 你就靠這個地圖 啊 然後你要帶 你知道什麼 帶那個什麼 off啊 雨傘啊 水啊 帽子啊 大家知道 你叫我忘了帶什麼 我忘了帶望遠鏡 當你要去到王室公園 這種公園 你需要看動物嘛 你就需要來個望遠鏡 你買個那個mini 所以 望遠鏡很好 很少的很powerful 要帶望遠鏡 啊 啊 餐館通常很早 很早關門 所以我希望 我盡量去玩飯 我發現 你只好是八點鐘開始 就要去吃了 要不然很多餐館 九點鐘就關門 啊 持有 要盡量 裝滿 有個中心有沒有開放呢 我這次去所有的 National Park 這個Visitor Center 都是開放的 所以 Ranger在不在呢 有些地方 那個Ranger在外面 來打理我們 有些是在樹林 不一定 但是所有的Ranger program 因為我 我已經處理 看了很多年的 國際公園 我最喜歡的是 它那個 由Ranger帶你去tour 帶你去tour 幾個presentation 跟你站在公園裡面的 所有事情 這些東西都沒有 因為這個pandemic的原因 疫情的原因 都沒有了 雖然他們的 牧林園 還是在那邊 即非交通啊等等 然後 Gift Shop開不開 Restaurant開不開 都開 但是不一定 都可以tour 我去了一個 王室公園的Restaurant 只可以外賣 不可以tour 再講到Solid City 為什麼我決定 要去Solid City呢? 我再Solid City 我再Solid City 我這不是Solid City 其實我不是Solid City 我它們跟Gift Shop開不開 我爬到這要 وأ 我給你看這個地圖 我們達爾斯在這裡 我們達爾斯在這裡 王氏公園在哪裡呢? 王氏公園跟Grande Town在這裡 另外Archers在這裡 所以我去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去Jerry 我去Jerry 那裡最方便呢? 我最後就嘗試去Solid City 最後我就從Jerry 飛機 飛機飛過去 然後怎麼樣? 飛過去以後 基本上我是這樣做的 我飛到這裡 然後我開車去這邊 停在那邊 走在這裡 然後 你再放大一點 不是很清楚 開到這裡 開到West Yellowstone 這個地方叫West Yellowstone 然後進去玩 玩了之後 我從南邊出來 南邊出來 就去了 這個叫Grande Teton 這個National Park 一個晚上住在Jackson 玩了Grande Teton 以後 我才從Jackson 為來 Solid City 做一個晚上 做一個晚上以後 我從Jerry 才開去Jerry 附近 就是另外兩個 國際公園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選擇 Solid City 原因 方便 而且 省錢 另外為什麼省錢 因為在Jackson 其他地方 租都是兩百塊以上 至少 比較好的旅館 兩、三百塊 三、四百塊 我也付到四百多塊 但是Solid City 便宜到什麼樣地步 我會推薦你租哪裡 它的飛機場 是在這裡 飛機場附近 就有很多旅館 很多旅館 反而是非常方便 因為在Highway旁邊 進出方便 又便宜 我每天晚上 旅館都不達一百塊 而且有幾個旅館 我是用Ponts來住的 所以我在關市 在這裡 我坐在這裡住了三個晚上 其他地方住了比較貴 所以 可以考慮 如果你們有時候去Jerry 國家公園的話 可以考慮 當然如果我只是去王室的話 王室通常是怎麼樣呢 王室通常很多人 我相信 是飛去 這地方叫Jackson Jackson 從南邊上去就很快了 還有很多人是去Idlehold Fall 但是我另外一個老先生 另外一個在排隊上碰到那個先生 他說他飛去Jerry 但是時間比較近 但是站住不到車 你還 除了這幾個地方 這邊還有一些地方 聽說這個 Cody也可以飛去 就是有多幾個選擇的 如果我去Jerry 可以有幾個選擇 不過我的建議 還是 Solicity 要不然就去Jackson 或Idlehold Fall 好 這個 既然我去到Solicity的話 我 我今天少講這個好了 Solicity我很多年前去過 我現在去也玩了 還蠻好的 你可以看什麼 你可以看那個摩門角的地方 在那邊 Solicity是這樣子的 一塊大平原 後面有很多山 這個City在那邊 這個摩門角的主教堂 很容易 不過那天他剛才在裝修 我沒有看 我們不可以進去 我們在外面看 然後旁邊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Tapleko 這是一個聚會的地方 但是用來做音樂廳 他的choir叫Tapleko Choir 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合唱團 你有機會去聽 去那邊 可以聽到幾個塊 記得去聽 然後這個演武 有一個很出名的事情 可以扶在那邊 你看到這樣多舒服 我就不再講Solicity Yellowstone Park Yellowstone Park 它有五個文 從西邊 南邊 東邊 東北 跟北邊 我是選擇去 西邊 West Yellowstone 進去 然後在這裏 就去了三天 然後從這裡出來 看Gran Teton 這個West Yellowstone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很多餐館 它有很多旅館 它有超級市場 然後停在這裡 很方便 但是從 West Eros Stone 雖然它馬上就是進去的 Park Entrance 排隊非常厲害 只要找比較晚一點去就不用排那麼多 我們有個 Chat 有沒有什麼東西 好 王室公園看什麼了 你們都有問題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啊 我只是試試 王室公園看噴泉 這是最出名的那個就是 Old Faithful 你看 多少人圍著來看 這個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我聽說今天夏天比這個更晚 都是堆得滿滿 今天沒有地方震 然後它有一個叫 Grand Canyon 它有一個大沙谷 很漂亮的大沙谷 然後它有一個很大的 Hot Spring 這個都流亡 有點傷在哪裡 像酒在高 跟黃龍 如果是中國的話 你要看動物 大部分就是去看動物 它是美國最古老的國家公園 但是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美國國際公園 就是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的國際公園 比這個大好幾倍 要看噴泉 看沙谷 看瀑布 還有很多五彩區 五彩區真是有點像那個王龍 就是中國的王龍 然後看那個噴出來的湧泉 那個野生動物 然後它有很多villages 都是住處 可以封建好 值得去 但是它是很大的一個國際公園 所以你進去要準備慢慢來看 你千萬不可以選擇 你碰到動物 很多人都會停車來看 就會塞車 特別是野牛 然後我們就學到什麼樣子 如果你看到野牛就是醫治的話 一定是公的 你知道嗎 野牛也是醫治多次 所以他們所有的 爐跟所有的爐都要打架來搶這個女的 搶老婆的 如果你打架打輸的話 你就只要一個人是流浪的 就沒有family 所以只要一個人在那邊走 都是公的野牛 然後你有時候可能碰到爽 要小心一點 有露啊 有狼啊 然後最好一定要去看有個公司 聽聽那些vanger介紹 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需要散步 然後這個geiser的時間 會跟你講什麼時候 它有些時間表 讓你看到它這個geiser 大概上一次判斥哪個時間 可能是現在晚上七人到九點 你就打的時候去看 它滿盡的 歐非福為什麼那麼好呢 它沒有得到的 沒有一個geiser噴一次 雖然有時間表 反正你去那邊 你多點一個geiser左右 你就會看到它噴出來 國際公義人 就是從這裡進去 就是從這裡進去 我去試用 我去試用 我基本上 就是vanger介紹 就是這裡 我進去一次 我第一天去看 歐非福 歐非福就是這裡 第二天我回去以後 第二天我還不給酒 就看這個大的 Memma for Spain 本來還可以看這些地方過來的 但是今年這個路不通 所以我後來決定去那邊太久了 我從這裡就回來了 就走去這個canion village 就看那個grand canyon的大沙谷 大沙谷看完我就來這裡看湖 看完湖我就回去 就走去 因為第三天 我就這樣子 就看了這堆東西 看了湖 看了這堆景點 然後從這裡就走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裡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從這裡走過來 走回去 然後去這邊 看到canion要過來 每天的路線可能不一樣 不過你看了有多少天 五天七天 你就可以多看全部看 王室公園我是第三次去的 我還需要很多景點 我還沒有去看過 我今年看都沒有看完 可以去七天 那歐非福裡面有地圖 主要歐非福在這裡 歐非福在這裡 你停車停車這裡 我運氣很好 我一直去的時間剛好 歐非福也很結束 所以我找到地方停在這裡 一進去就是停在這裡 它停車非常大 只要等歐非福的時候 我就跑這邊 我看到一個 叫做 叫做 Grangeiser 我看到Grangeiser 還可以看很多 但是我跨了大概三個小時 我看到三個 就差不多了 我就走了 我會花很多時間看 跟你講王室 因為最多東西 要看是王室 最後幾個 可能大概十分鐘 十分鐘 才講完 這是它的地圖 到了歐非福 如果去看大沙谷 也會給你一個地圖 你到那邊你就去看 Lowerfall Upperfall 有不同的景點 有一個叫 Inspiration Point 有一個Granville 也叫 Artist Point 一定要去 Artist Point 聽說所有的王室公園 風景 最多人畫畫拍照 就是從Artist Point 我等於 Raise 我會給你畫 clot airst point 吃東西 你怎麼看 你可以kiir 這 밖路可以找到 我就走了 這就是《Artist Point》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 很漂亮 我們開車去,我先看 upper and lower area,然後下去停車,再看所有的地方 是這樣子,很大,整個山都是這個Hotspring 我們看到上面,看到上面,在沙拉 好,講完,I am going to do a new share 我很快給你看看我的 好,good 沒有時間,ok 我大概希望十分鐘講完這個,然後我們再快十五分鐘看另外三個 Soyotes也不看了,Jerrowstone ok,這裡就是WestJerrowstone 你看到我的Facebook 我們進去一看,WestJerrowstone 這樣進去,這是我住的旅館 蠻舊的一個旅館,蠻貴的而且 進去一進去以後,風景是這樣子 這個河,還碰到動物 我們碰到越野流這個,我跟你講了 這個是一個宮的 他居然找到路上,我們找到好近 他經過我們車子旅館 就是旅館經過 你看到那個Vicitor Center 就是Old Faithful 就是我自己所講 你真的去太陽色牌 會跟你站 每個噴槍 自然中會開始噴 Castle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Castle 沒數一分鐘就噴一次 這個噴得非常滅,噴得不膠 但是非常,差不多慘了就噴了 Old Faithful Guys 就是這些 Castle就是那些 我們嘗試看,因為Gran Ranger 推薦的 他也是跟你講 五點到七點鐘 所以你就乖乖地在那邊等 你就等 等到他終於噴了 我們就拍攝照片 有位來看Old Faithful 你看多人排隊 終於Old Faithful噴了 我又拍攝照片 有隻Old Faithful in 這個旅館裡面是這樣子 你出來的時候 會碰到很多動物 很多人就會碰到動物 就是碰到鹿啊 看風景 給到Sunset 給到這個 在那個 王氏公園他們明明都介紹 你要去吃個steak 什麼steak 野牛的steak bison steak 你去餐館做個bison steak 吃起來跟普通牛排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家庭櫃很多 它說是農場養的野牛 不是野生的野牛 所以可以用來吃的 我們做這個Old Faithful 先試 我最不推薦的 裡面其實很舊很貴 雖然很貴 但是它很方便 它的location非常好 一出來就是 一出來就是那個 王氏公園的進口 然後我們第二天就去看一些trail 一些waterfall 這走很多路 都看了一些噴泉啊 風景啊 然後去看那個Memble of Spring 中間經過一些很高的路 這是Memble of Spring 真正的樣子是這樣 這是360度來看 我這裡大概有一百張照片 王氏公園 其實我拍了三千張 我是選了一些出來而已 這個蠻大的 有點像王農 這個王農可能沒有那麼大的 但是王農比較漂亮 然後這個Gran Canyon怎麼樣 就是去看這個 這個是Lowerfall Lowerfall的Gran Canyon 有沒有這個Gran Canyon漂亮呢 其實它沒有 我現在用Zoom 所以這個Internet很慢 所以我本來三個月 被我拿出來 反正我都在Facebook弄好了 我還沒有另外弄 就是Part 2 然後去看那個噴泉 就是看這些 你會走很多這種很大的鋪 這種月溫泉 也有冷溫泉 也有冷泉 這是月的泉 大家排隊去看 蠻漂亮的 不同的有彩色的 顏色比我炸冰 拍出來更美 我們也看到蠻花 就去到這個continental divine 然後這個也特別 這個就是那個 耶律宋湖邊 湖邊居然也有噴泉 現在湖邊也有這麼多 還要噴泉 你看 這個耶律宋湖邊 這個湖蠻大的 我們只看到它其中一部分 這是一個很大的湖 你看這個噴泉 它偶爾還會噴出來的 這個Guyser 很特別的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值得去 去看看這個湖邊的噴泉 叫Wesham 這是你剛才的湖邊的 叫Wesham Gaisers Basin 記得要去 然後我們走了 終於離開 它叫South entrance 上一步就是去了這個 Gran Teton 哦 我沒有share sound 我沒有share sound 好 噴的時候是這樣子 噴的時候是這樣子 哦 這個是Lowakor 看到野牛在跑 可以很近的 已經蠻近的 你看 看到野牛在跑 還有其他噴泉在噴 在無邊 在湖邊 無邊的噴泉 好 就這樣子 好 我就講另外的三個 我今天能講快一點 好 我就講另外的三個 就是Gran Teton 我怎麼走呢 就是 我們解釋一下 好了 黃氏公園在這裡 這裡就是沙拉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 lake 叫做 Lake Jackson 很漂亮的 然後我們第一天 去看這個 Coyter Bay Village 看到那個 Lake Jackson 看到Lake Jackson 那個Lodge 很漂亮的一個Lodge 然後有個地方叫 Sigloo Mountain 路里去到那邊 一定要去 因為這個 一點點 這個山路走上去 一排 大概15分鐘的山 走到這個山頂 看上來非常漂亮 然後看完之後 一直走這個 park的路 這個沿途的風景 也是非常漂亮 走到這裡 就是Jackson 我們這天晚上住在Jackson 第二天回來 再重新看了幾個湖 這幾個什麼湖 這個地方就是 Jenny Lake 和Lear Lake 我們放照片給你們看 主要 Gran Teton 就是看風景 跟玩水 跟玩水 沒有玩水 就是噴槍 這些東西 就是看風景 有些人像 去到歐洲 看瑞士 也是看什麼 看山水 Gran Teton 就是看山水 是這樣子的 你看山 哇 你第一次看到這個 哇好漂亮 以為你去了歐洲 這個湖 這個很出名的湖 叫Jenny Lake 大部分都會去這個湖 這就是我去看這個湖 這就是我去看這個湖 這個湖 你們也會去 我會推薦 Strain Lake Lear Lake 跟Jenny Lake 這個是我們旅館的主人介紹的 他說因為他住在那邊 他說你們要去看這個 他說所有遊客都去看Jenny Lake 很可惜 黑棚的人最喜歡的是這兩個湖 結果我們去 一點都沒有希望 的確是很漂亮 你如果去過酒在高 你覺得酒在高很漂亮 這裡也是差不多的東西 一樣漂亮 OK 講完這個 我給你看照片 從那個王室公約王南走 一開始就去D 要看到這個Gran Tithon 的山 進去以後 我們就去了 這個Cord Lake 那個complex 那個village 風景已經很漂亮了 這裡是這個champground 還有這個水邊 很多人在那邊玩船 去游泳 fishing 是一個water sport 的area 至於我上大部分人 去Gran Tithon 去看風景 就是真是有 掌受到一個大自然 去釣魚 去游泳 這是Lake Jackson 非常漂亮 然後剛才我剛才講到 Signal Mountain 你上了Signal Mountain的山頂 這是半山 還沒有住的山頂 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走出去看 Signal Mountain 看出來就是這樣子 很漂亮 很多湖寺 很多山頂 一個很大的valley 這是Signal Mountain 這是Signal Mountain 這個蛇河 Signal Mountain 不是在噴火山 剛剛有遠在那邊 所以一邊開車 一邊就是風景 非常美 看到這個動物 我們到了Jackson 這是我們在Jackson 住的旅館 非常好的旅館 在這個河邊 也是很舒服 然後第二天 我們再進去那個Visitor Center Visitor Center 通常都是一種 展示的解釋裡面 那個動物園 有什麼地理 啊 動物啊 有什麼熟 之類的 他就會 你介紹有多少熟 熟的毛是怎麼樣 怎麼分別 就是Gray Bear 跟另外有什麼熟 你怎麼看到分別 它會照理 然後Visitor Center 在那邊解釋一個東西 去哪裡看東西 去哪裡玩 啊 然後風景就是這樣 哇 你到那邊一看 當你一個平洋玩東西 都是靠山 有什麼上歐洲 上那個瑞士那邊 到了河 到了虎了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叫Strain Lake 在那邊可以hiking 很容易的 在湖邊那條路走 走 走人畫畫 一直看好風景 那水非常清非常漂亮 我如果當天是穿到游泳衣的話 我大概會去游泳 玩玩 真神後悔 沒有準備好 下次去一定要穿游泳褲 穿到游泳衣 這次去泡斑 少水也好 天氣又好 水也很暖 很舒服 很舒服 你看 水清到這樣子 就很像這個 你這個狗仔糕 我第一次看到那麼清 是水這樣子 就是狗仔糕 在中國就是狗仔糕 這邊 就是狗仔糕 走這種路都好走 有樹蔭 有風景看 有好走的散步 有看到另外 這個遠道 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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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景非常漂亮 中間有個島 還有 鴨子 有看到人在水深運動 我差點想借他來 出去外問 這是 這個 它這個 人家在介紹我們 那邊的 就是熟仔糕 最喜歡吃什麼 就是吃這種 Huckleberry 我們也找了一些 拿來吃 蠻好吃的 就像blueberry一樣 就不用吃中飯 這個地圖大概這樣 這裡就是 Jenny Lake 最出名的那個 Lake 我們今天要去看 是這裡 Straint Lake 跟Lear Lake 也很漂亮 如果有時間的話 應該從這裡走到海平 一定很漂亮 我沒有時間 我們就坐了一個Ferry 從這邊 坐了一個Ferry 過來這邊 然後走走走走走走 看到一個Hidden Force 我也要做一個Ferry 大一點 我走到一個Ferry 過來 然後 然後 出來叫Hidden Force 然後 走路上去 Inspiration Point 這裡好像很短 很少 蛮辛苦的 我勉強走上去 然後 看到個Inspiration 非常值得 出來看那個湖景非常漂亮 這是Jenny Lake 這是最漂亮、最出名的Jenny Lake 就是這樣子的風景 我們坐船 這個就是它的Ferry 坐了船 坐船有一個很奇怪的 你知道這裡在外面嗎? 風又大又在outdoor 這是什麼? require a mask 它一進去 你沒有mask 還要給你一個 你在船裡坐 一定要帶mask 從頭帶到尾 你看我 It's a requirement to wear a mask outdoor on the boat 非常奇怪 然後走到那邊 一直走到這個hidden fall 這個就是hidden fall hidden fall hidden fall 玩不錯 然後找到這個inspiration point 七千兩百次 很可惜我到那邊 我早上一支Jenny Lake 沒有電 有這個hidden fall的水 還有花 還有草 就是走走這個路 它是碼頭 我就覺得Grant T團 記得去Jackson 也記得去 Jackson這個湯非常漂亮 我們就去吃晚飯 去看看Jackson 它是流酒 弄出來的 就是town square 然後它有一個很出名的 ice cream shop 我忘了講 叫boost boost boost ice cream 到Jackson 一定要去 排隊 我們排了差不多45分鐘 才排到我們去買ice cream 有沒有很好吃呢 很好吃 有些人聽到我們做了一個tour 去snake river 就這樣子 看人家釣魚 這snake river旁邊都是豪宅 他說都是很貴的不得了的 都是很多電影明星 很多名人 都在這裡買了房子 聽說Sandra Brolock Harrison Ford 有幾個房子 我們都看到了 就是遠遠看到了 那天早上突然冷起來 剛才為什麼我拍這個呢 這個插索很可能是個beaver dam beaver是一種地鼠 因為MIT的Mascot就是beaver 所以台北 animal engineer 住人住了這麼難看的damp 我們坐了就是這樣子的船 在噴起船裡面坐7個人 然後這是我們的tour company 在外面放了這個 我們在旅館走過來一點點 就是穿著這個 就付了每年90塊一天 90塊一個tour 去了大概30個小時 蠻好玩的 記得去 好玩的 我沒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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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hiddenfall 我們坐這個船 好玩的 好玩的 我會被我們卸上了 好玩的 好 好 好 下兩個 等一下我們就回去solicity 看solicity 然後再敢回去這個arches 因為我們solicity看了 想看的東西很多 我今天在十分鐘裡來講完 這個 arches 看的東西不一樣 顧名思義 arches 是看arches 什麼是arches 我們進口是Jerry sorry 我講錯 進口是Jerry 我們就住在這個 晚上住在這個mob的地方 我們進口這裡 就看很多風景 看很多arches 出來看到windows 又看到其他的 這個有個出名的 dedicate 反正在裡面走 又停了很多站 很多站你要進去 走一點 走一點點 有些是 一兩個小時 看你的需要 不過那天我們去 是record temperature 那天的地面的 溫度是100度 然後我們聽說 很多時候 我看了去之前的人講 這個很越門 這個Neslo Park 通常要等一兩個小時 就可以進去 而且是 有時候關門不開了 我們到那邊 沒有人了 所以我進去 找一個gate ranger說 今天是很低 因為今天很熱 今天是100度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去 就是很多人聽說 這個公園那麼慢 就不去了 反正我們那天去 住在那邊 住院沒有什麼人 進去都很順利 停車也沒有問題 但是很熱很熱 然後進去找一個 park ranger 我最主要的 叫delicate 它是delicate arch 通常是要走路 走一個小時 上去看 每個人都會走去看 就是delicate arch 要從停車場走 至少班的小時 聽說它要走一個小時 要上山的路 蠻難的 你如果停的近一點 是1.3公里 你挺遠一點 可以走三里路 溫維去看 但是我本來 一定要看 結果我進去 你又問了個park ranger park ranger一看到我 他說 We don't recommend you going up 我問他 我等上去 他說 We don't recommend you 他說 你走到那邊 它的地面 池溫 將會是110度 你會受不了的 我覺得它是對的 我後來還不覺得 我決定它是沒有去 是對的 這個時間是太遠了 我再去了 另外一個 這個arch 這個叫windows 很大 你看這個人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double arch 它有不同的arch 它有一個就是balance rock 裡面有很多這種balance rock 一個大樹頭在中間 在上面 破枝路的月 我們就看了幾個景點 就是Devils Island Balance Rock Park Avenue The Oregon OK 我就給你看這個照片 比我講得好 對不起 我抄襲了一點 對不起 我抄襲了一點 噢不行 我應該先選一下 我這麼說 在不同的類型 就是在不同的類型 在不同類型 你也好 可以看到 這就是archer 對 對 有一個地方我們在吃中方 有個foodtruck 這很特別 在露天裡 有不同的地方 風味的東西吃 像是Food Court一樣 但是它是很多 然後Archus的進口是這樣的 一進去的風景已經不一樣了 就看到很多很興奮地的地圖 然後這個是它一支門一個叫 Park Avenue 很爽圍的一個地方 哇 很壯觀 中間你還可以走路進去 走到地上 它有一個 Trail 就是你可以 我們在這裡 你可以在這裡走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就沒有走 我就在那邊排個罩而已 我們就在那邊排個罩 我們就繼續走 就沒有走這個 Trail 就開始看到很多古怪的樹頭 古怪的Archus 它有名線 好像這個叫Court House 然後還有3Gossip 13個人一起聊天的樣子 就叫3Gossip 有沒有想到什麼 就上一條羊 它叫Shoot Rock 上一條羊 一個羊石 一個Tower Bible 有一個叫風琴 好像叫風琴 有一個是Balance Walk Balance Walk 我還要走進去看 因為我想近看它一點 所以我就走到很近 走到裡面來看 上面看的時候就覺得不一樣 然後我就走進去看 從遠看的時候就感覺不一樣 這裡好像有兩條龍 它是一個Pare of Dragons Elephants 我覺得它 這個就是人生大象 我還以為它是Dragons 如果叫Windows 它有十幾個Windows 叫North Window 鼻窗 藍窗跟另外一個窗 我們就進去看了 走到從停車場排了 不遠 還蠻好久的 走到裡面可以看到兩個人去看到 我們走到先走去 這個好像是藍 還是北 這是北的 你看一走就上去 你看有多大的震盒就看到 我們站在上面 找人替我們拍照 所以這個Arch非常大的 很壯觀的 這是另外一個Windows 我們拍照這個South Window 然後我去找另外兩個洞 還有這個我找到這個地方 兩個都拍到 這個走到 鼻根藍的都拍在裡面 這個是Double Arch 還有其他Arch 這個Dedicate Arch 我找到地方停車 當天沒問題 但是我就不想走 我找到兩個看 這個Dedicate Arch的景點 這個比較遠的 我找到一個比較近一點 這個比較遠的 從這裡走一點點路 就看到遠遠這個Arch 我爬山 爬到比較近了很多 這是最近的 我爬到最近這裡 這裡走不過去 這是一個Valley 可以看 這是我最近看到Arch 直接就看到這樣子 沒有走過去 110度 沙漆了 有點遺憾 沙漆可以再去 其他裡面 不同的Arch 這個是Sand Dunes 裡面很多沙 而且它的石頭很軟 我不知道這些人怎麼印 居然有人可以這樣手指印 印在上面 我猜它使用一點Alco 為什麼來印上去 不同的Arch 但是這是Arch 這是看這個Arch 這是看這個Arch 然後這個Arch 你看我太太在這裡 這個Arch有多大 一塊大石頭 夕陽很漂亮 然後我在這個Arch 往上面走 哇 在我的頭頂 OK 然後最後一個 沒有什麼好看 但是我也要講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就是Arch Arch Arch 在它旁邊 在上面一點 這個 我快講完了 真的 我應該放大 應該放大 把我放大一點 不行 其實就是真實看風景 看大小谷的風景 它有兩個部分 有個南邊 有個北邊 我們住在那個地方就是mob 我們就只有時間去看北邊 就叫Island in the sky 我們沒有時間去看北邊 我們就進來看一下這種風景 我們就走了 就是這樣子 它那個天然的風景就是這樣子 哇 看到很多很多地固 看到海 看到這個 就是你去看 主要就是看這個風景 我沒有多數人爬下去走的 我也不知道它能否批准你可以走 就叫Island in the sky 我們就只有時間看到這個部分 只有看觀景臺 That's it 我再分享一些照片給你們看好了 看到照片我們就結束 這是他來的Visitor Center 然後這個就是到了那個景點 360度 開老遠車進去就是為了看這個景點 不過你看到那邊就是覺得哇 最大自然最偉大 這個叫Granville Pond Overlook 然後它解釋為什麽 就怎麽心情 怎麽從你會看到這樣子 很多遊客就在那邊可以走路 走一點路 你可以走下去看了 大概不可以再下去 再下去就會掉下去了 它沒有為看了 就是不就沒有意外發生 有些人在Granville Pond Overlook 沒有Granville Pond Overlook 沒有Granville Pond Overlook 但是也想知道去看 它是書店 也開 然後它怎麼 它Ranger不在裡面 就是這一個 就是一位 這個Ranger在外面解釋 它會解釋 它會解釋 去哪裡看 它都在外面 不只它另外一個 是在外面 因為疫情的關稅 本來是在裡面的 本來是在裡面的 好 I need the sky VC That's it OK 謝謝大家 對不起 我講的時間多了一點 沒有沒有 你這個很教育的 而且有時代 有那種非常有時代紀念性質的 真的很棒 很棒 Joseph 真的很謝謝你的分享 然後告訴我們怎麼樣 便宜可以找租到車 這個太重要了 好 其實我本來有很多 Solar City的照片 不過我想 Solar City 以後再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程序很好玩 我媽是看到它 一個新的China Town 其實說不定記得幾年前看一看 我兩分鐘就看完這個Solar City 我覺得如果不接受Solar City 有一點可惜 對 Joseph在準備的時候 朋友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打在Chat 對 我們還可以 對不起我拖了時間 不 不過 Solar City 真是記得去 如果你特別沒有去過 他看他那個摩門的地方 他這個地方叫Lion House 你知道摩門叫的 最出名是什麼 以前是一夫多妻嗎 他的創辦人 他娶了42個老婆 都住在這個大房子裡面 這歷史記載 不過現在沒有了 在摩門叫圖 就一夫一妻 然後他這個 Iron Game出名了 就叫那個Complex 這是他的大教堂 然後他這個Conference Center 很漂亮 我們一起去看 Conference Center 然後這個 它的Complex 這個叫Temple Square 去到一定要去看Temple Square 然後看他那個Conference Center 屋頂的花園 他的大教堂 所以進不去 你沒有分享過 哦 我沒有分享過 對不起 哦 我還以為是分享 OK 再來一次 謝謝你提醒我 誰看到了 OK 我再講一次 從這裡開始 他就是A-Ming Building 到了這個市中心Temple Square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一個創辦 跟那個 雪雪兒太太 跟很多少孩 兒子 女兒住了這個房子 住了很多年 這是開放 如果開放時間 你可以進去看 疫情中好像沒有開放 平常也有開放 這個在裝修它是大教堂 所以也是不開放 其它就是開放 Conference Center可以進去看 這是一個Temple Square 它的Conference Center 在這邊還有一個樓上的公園 蠻漂亮的 就是值得去看 Conference Center 這個Conference Center 坐兩萬一千人 有三層樓 可以坐裡面坐兩萬一千人的Conference Center 有多大 大陸不得了 它的主教堂 這個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特別是我們 喜歡合唱的 這個是合唱的兄弟 它是Temple Square 這裡面唱歌 那個風情 是世界有名的 它出了很多CD Audio CD 以前也會買 那延程的去 有叫Visitor Center 開車很快就到了 付五塊錢進去 你就可以有游泳池 有地方換衣服 你可以穿一種衣服去泡 泡池也可以 你可以只是看風景也可以 我們沒有準備泡 但是我要警告 你看它漂亮 到那邊很臭的 那個味道很臭 而且很多少蒼蠅 很可怕的 並不是那麼Romantic 雖然看來照片看來很漂亮 但是到那邊是臭都不得了 跟蒼蠅多都不得了 今天如果我準備穿了很容易 我大概也不會沙水 因為看到那個水就怕了 而且我在那個 我去過中國的樹海 我也試過泡在水裡面 撫柴的經驗 所以不需要在這裡泡 我只需要在那邊 我去摸一摸那個湖水 然後這個就是Temple Neku Quai 裡面的泥堂 這是它的conference center 這就是做兩萬億千人的conference center 不得了 很大很大 三層 它剛開始駐會 我們就在這個chapel裡面 它是歷史升級 這裡面是這樣子 有歷史升級 我們當然是 我也是從台灣來的 它最高興是看到什麼 整個旅程 看到我們發現有個鮮魚鮮 這個panel有 到開始我們就起了一個切燈 就在它在China Town裡面 是新建的這幾年 非常大非常漂亮的China Town 也是在這個當潭附近 看它的奧塞摩 就這樣子 我不學了 謝謝 謝謝 這其實真的結束了 我們都聽得很過癮 你這個真的是好寶貴的實戰經驗 這都不是實際的 而且就是在 pandemic這段很不容易的時間 給我們太多的教育性的 跟知識性 還有安全性的提醒 真的很棒 有人有這個提問 對 這一個在外州買很方便 其實都有網站 你就在網站上面買 它就會自住幾年 通常都是像Texas 是一樣的 你開一個口袋 蓋在一個使用壁裡面 它就動地會加錢 雖然你最後你可能留了 50塊 40塊 30塊 20塊在裡面 留一點錢 但是在出門旅行 跨那麼多錢的時候 那20塊錢 那是很值得跨的 會方便很多 不知道其他朋友 還有沒有其他的 feedback 或是提問 歡迎 Jenny 你也去過Archers 你有去那個Delicate Arch嗎 有 就像你說的 走一個多小時 然後天都黑了 到那裡勉強造個像 可是下山的時候 就是有點摸黑下來 是 不過他也推薦你去那個地方 因為他當然都是沙天去 沙天去 騰月 他是說如果你要再來 你明天早上7點進來 要不然就是傍晚 但是我覺得傍晚他也不推薦 當天我們也是太陽沙天去走 但是傍晚都是99度 就是那天特別的 對對對 我是9月去的 我是9月去的 所以天氣是很好 不過有時候你在抓 你在讀這information的時候 還抓那個時間 還有那個get lost的時間 都很難講 對不對 繞來繞去 所以能夠這麼樣的 周全的好好計畫一下 去享受大自然 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不過就像你說的 我們需要考慮到這個飛機 隨時他都會停飛 他要如何應應 趕快上網去找第一個選擇 是不是 對 那個分析 本來三個小時 趕快變七個小時 因爲我沒有馬上要 我隨便就算 有個問題 問A、B、N、B 我才住過 我住過三次 大概三次 我女兒是住很多A、B、N、B 我兩個女兒出門都是A、B、N、B 可不可以可以 他也教我一些秘訣 你去A、B、N、B 跟住Uber一樣 是兩方面的 你要看他的review 看他那個 以前住裡面的人 覺得好不好 有什麼批評 然後你要住的時候 他也不是說馬上租給你 你要有account 他也是看你是誰 你最後我女兒說 你在盯著A、B、N、B的時候 你最後是介紹一下你之意 因爲有些人會挑訪客的 他本來會租幾年 譬如說我在紐約市場 他是個擔心的女兒 我剛才說我已經是瘋子 誰是留公公 什麼的 我們女兒就在那邊 我也是搞artist 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就讓你租給我 是會安全 我覺得我們女兒 做A、B、N、B 都很沒有問題 而且通常是比較便宜 而且根本 在我女兒市場 要去Glasgow 他根本訂不到房間 所以不想過全球的 氣候的conference 根本訂不到旅館 他覺得 好像訂了一個A、B、N、B 在Glasgow 他才可以有地方住 對不起我沒有達到 這個A、B、N、B的問題 就是主要你要看他的review 才決定值不值得 我去歐洲也做過A、B、N、B 我有個很好的經驗 其實我在Vanis 我一人做了一個cruise 去Vanis 在五年前 我再講講我這個Vanis的經驗 Vanis是one of the course expensive 你要租在裡面的話 貴都不得了 但是它的bus system很好 我在找這個A、B、N、B 在飛機場附近的 只可以坐Bus 他還來Pick me up 其實 他這個A、B、N、B 既然願意來到我的cruise 我來Pick us up the luggage 帶我們去Check in 你要教我們怎麼做Bus 我們坐一、兩塊錢的Bus 進去Vanis裡面玩 非常方便 五分鐘的Bus 不是Bus 只是Train 所以我這個A、B、N、B 好像付了70塊一個晚上 Single room 要做得好 又有Bus 又五分鐘就到Vanis裡面 很方便 而且我第二天的飛機 坐飛機是早上五、六、六點 還是七點、八點 反正很早 很早就要去 Airbnb的owner 我一早就跟他聯絡好 他願意送我去 一大早起來送我去坐飛機 要不然我本來在當時 怎麼可以坐那麼早的飛機 就從Vanis 坐計程車 坐Bus 如果早上找不到 怎麼辦呢 結果這個 坐Airbnb的老闆 他就本能早上起來送我去飛機場 我是有很好的經驗 值得recommend 如果去Vanis 可以考慮Airbnb OK 我去了8天 我這個 第一天我飛去Solid City 我車比較難 我以前的話 我一天坐飛機馬上就開車去Yellowstone 這次為了D 為了旅館上 第二天我覺得 比較輕鬆一點 開始比較好 第一天我們飛到Solid City 我現在多了時間 因為我們只要拿車子 就等了半個小時 晚上去了旅館 去了Walmart買東西 逛了中國成餐的湯 然後第二天一大早 我才飛去王室公園 在王室公園前後 玩了三天 其實在外面住了 Vanis Elson 我住了兩個晚上 玩了三天 然後去Jackson 也是住了兩個晚上 住了兩個晚上 中間我就去了 Grant Tea 玩了一整天 之前那天從馬室公園 也玩了半天 然後在Yellowstone Park Vanis Elson Park Vanis Elson Park Vanis Elson Park 也住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又去開車去Archers 然後就住在Morp 然後最後一天就去看Canon Land 所以我前後是去八天 可不可以更長一點呢 可以再一段就很難 或者再一段就看不到那麼多了 租車是不是很難又貴 對 我只是說這樣 但是我只要租過五月的時候 頂過七月的時間 以前之前三月十月怎麼樣 我不知道 到了八月九月以後 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五月到七月 我都是差不多每個禮拜就進去 今天租車沒有更便宜一點 沒有 一直都維持了一千多塊 一個禮拜 而且很多地方真的沒有了 Solar City Archers 最後都沒有去住 你想住 多櫃都住不到 好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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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跟大家講 就是我飛去Solar City Solar City去王石 王石去 王石去 王石去Gran Teton Gran Teton 去Solar City Solar City去Archers 跟那個墨 然後 最後一天就去了Kinyan Kinyan早上看 就開車去Solar City 在住六晚上 看到Gran Teton 去Solar City 去看那個 貓門的地方 然後 第二天一早 飛去 Joseph 你真的是 好細心 而且你都 就像你說的 可能你平常就 很有節省的 這種美德 所以你在選擇 Yes or No的時候 你那個價值觀 已經就是在那裡了 就是你的選擇一定就是 有一個價值 就是不是因為便宜或不便宜 所以你的轉換 你的選擇 如果轉換的時候 那種經驗之談 真的很寶貴 然後我自己 我主要是有個預算 我是覺得我打算跨多少錢 有點feedback 你聽到我講話嗎 我聽得到 OK 我覺得我在Solar City 省的錢 我在Jackson 就住了比較好的旅館 但我正常住了一個 在河邊那個很漂亮 風景很好 很貴 四百塊一個晚上 對我來說 覺得很貴 很值得 我寧願在需要花錢的時候 就花 那我也來分享一下我的 那就是說 那個 就很謝謝Joseph 勾起了我一些回憶 就是 就像你說的 當我們進去一個很大的 這個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進去一個這個大峽谷 很可能 不容易找地方吃嘛 然後你又要出來 雖然旅館是最靠近門口 可是 公園裡面就沒有什麼住的地方嘛 對不對 就是很難 Grand Canyon很難 那你開到一半 你又要跑出來吃 也很不容易對不對 那你找個地方 終於找到地方 他可能賣東西你不愛吃 或者他根本也沒開 會排隊 排隊 我裡面在夜宵 我需要排個一兩個小時 才可以買到一點東西 對 然後那邊的衛生設備 廁所也不好對不對 因為都是 都是一種大自然之下 必須見的樣式 他們也不建議你用洗手巾 那些東西 他們那個非常的嚴謹 所以我就分享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是跟很有經驗的朋友去 我們是充分的利用到燜燒鍋 就是我們晚上已經把第二天已經計算好 燜燒鍋到中午的時候 那個東西絕對就是熟的就可以吃了 哇 太豐富了 所以我們是有那個照片 就是在Grand Canyon的路邊嘛 你知道那裡也沒有什麼 我們就是在 好像就是要拋錨那時候 就是Grand Canyon旁邊 就是距離一個一尺吧 我們就停在那裡 就刺激我們的中餐嘛 我們是怎麼樣的方式 我要REMOVE SPOTLIGHT 因為我們在分享 因為每個人都應該出聲了 我剛才REMOVE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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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OFF Janet你繼續講 沒有看到 這個大自然的呼召太神奇了 你去過之後你就會感受到 這這麼棒的地方 這麼棒的地方 那的確需要一些客服跟分享 然後Joseph他很棒 他說他有機會他也要來講去歐洲的啦 對不對 沒能講 大概 好多他去過的地方 他都很願意分享 我真的很謝謝他 原先他是說怕他在這個 accent 方面我們沒辦法聽 我也有台灣腔 所以這個不是個問題 不是個問題 是不是Joseph你今天有一些親戚朋友來 我們要不要也給他SPOTLIGHT一下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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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我老朋友居然 在新鮮播進來 我的MARK 我叫我的已經老同學 你SPOTLIGHT一下 讓我們也認識 認識 我可不可以SPOTLIGHT 他 咦 我不可以SPOTLIGHT 你要HOST可以SPOTLIGHT 是 我可以REMOVE MARK王 是吧 對 不過他沒有打開 他大概不知道有沒有睡覺 哈哈 他那邊 應該是半夜三點 我看 三點四點 然後我表哥也在 剛才Jolie在這裡 我還有EVA也來了 很多老朋友 老朋友 然後我們交流學會的 應該是創始者之一吧 Steven Steven今天他是第一次上來 他非常給你面子 哇 真的 Steven你好給你面子 非常給你面子 Steven你繼續來支持 我們中美文化交流學會 一定一定一定的 我是其中一分之一 還是一分之一 你是我們的創會 是不是 創會 創會 應該 就是你的idea 你支持文化交流學會 才有我們達福文化交流學會 一直支持到現在 然後Steven先生他也常常到Facebook按讚 我們在搜尋上我們有請 我們的GraceLite理事 把Facebook的這種address都切在那裡 你只要點一下你按個讚 那邊都可以找到我們的錄影帶還有訊息 好的 特別棒 特別 就是這幾年特別建立出來的 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我們再開放給朋友 我還看到有幾個神舟華參討的人也來了 OK Semi也來了 有一個叫蘇春明 我看到他在這裡 Semi也在 Semi去 我們成就好像以前的會講 Semi要不要跟我們來 給我們看看 是不方便 謝謝你 不好意思我就不露臉了 在家裡面實在是 不能說風頭風臉 但是我就不露臉了 那個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真的是看到這些地方 其實像有些地方 Grantyton原來也是去過 但是你今天展示的很多地方 當時都沒有玩 所以我覺得你像沿湖城 你都沒去過 所以這些都是在我今後去的list上了 喔很好玩 沿湖很好玩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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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Joseph 你的那個清單能不能給我們發一下呢 喔這個 Powerpoint 對 就是你不是說去過這些很多地方 我看見有一些清單 我們也有Facebook直播 我們現在Facebook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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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需要再回看 都歡迎到那裡 擷取訊息 我只是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你只要一閃失 你就要等啊 要幹嘛 是很多壓力的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刻 真是不容易的分享 非常謝謝譚先生 請問還有朋友要回應嗎 要問問題或是要回應嗎 我是吳清禾 我是Joseph的同事 你好 老朋友 對 我跟你講 既然提到Solak City 我就加幾點東西好了 好 第一個 Solak City 是一個很好的去的地方 因為第一個 它是Mormon Headquarters 在那裡 所以有很多飛機去 車子也容易租 因為它是去的人很多 而且票價便宜 它是Delta的Hub 所以飛機也很多 而且它戶價不貴 因為我去那裡很多次 第二個 它附近有一個地方 我不知道你們 假如有機會去的話 也可以去玩 那個叫做Park City 那個Park City 它有一個 在美國有一個叫 就是這個Festival 它叫Sun Dance Film Festival 就是Park City 那個Park City 就是有點像 Vale的Colorado 就像美國裡面 最歐洲式的地方一樣 又是有錢 又是可以去那裡玩 而且開車很近 就是幾個建議來 所以你到 Yuta州 到Solak City 不去那個車廂以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坑 也沒什麼好看的 但是這個 玩那個 但是附近可以 玩的地方還不錯了 就是散散心 這是我的建議 可以在那裡好好待一段時間 對對真的 慢慢稀有 春天好不好 春天到那個地方 好不好 讓你說夏天那麼熱 我是覺得春天 是不是還比較好的時期 對 我相信春天去 比較冷的時間去 應該好晚很多 那天我去學習太越了 找得蠻辛苦的 謝謝周四的分享 真的非常好 而且講得非常 謝謝 你的整個計劃非常細緻 非常順暢 這個王室的話 冬天是不開的 冬天只有滑雪的人進去 可以舒服不不 很多地方是不開 要小心 是夏天去 五月之後是比較好的季節 因為它 溫差蠻大的 對 晚上會很冷 我來九月去 晚上 五到九月是比較好 中間summer太熱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舒春明出來了 OK嗎 Hello 我是舒春明 沈村福東坡 OK 謝謝你 超市你寶貴的時間 向我們分享你的這個 旅遊的寶貴經驗 我们家是三十年前去过那个Yellowstone Park 当时是感觉是很正常的 那你讲的这个另外三个 Grand Titum Archers跟Cannion Land 我们还没去过 谢谢你的介绍 我们会把这三个国家公民 放在我们的历史上面 下次一定是 好的 谢谢你来 谢谢你来 好 我们将来还有很多的 就是说旅游方面或各方面的 这个知识性方面的分享 所以新的朋友 你们就是用Facebook来 或找个机会去按个赞 你就很容易收到讯息了 成为member Facebook上面 好 那今天我们打开 我们大家打开一下video好吧 我们来谢谢Joseph为我们准备这么好的分享 不谢不谢 我们都不太敢出门 你真是个旅游的尖兵 然后他说以后还要继续分享 去非洲 欧洲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方面他们也非常有经验 我们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 一起共云南关 一起一起来 学习怎么样把生活过得更充实 心灵更丰盛 好不好 非常感谢Joseph 今天把我留学生时代旅游过的地方重新温习一遍 我今天可以看到很多Eva 金芬老师很多很久不见的朋友 希望他们礼拜四有空 大家可以在论上面相见 谢谢Joseph 谢谢你们来 谢谢 下个礼拜四十点 下个礼拜四会员继续支持我们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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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lie 星空 不是 五